接下來要來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如何運用Suturn Designer搭配Unreal引擎 來製作Shader的編輯 除了這個以外也會分享幾個特效貼圖的案例 我們就先從Shader的部分開始 這裡可以看到我已經事先準備好一個簡單的Shader 就是戳放一個圓形的能量波 這樣的效果其實是蠻單調的 我們就來利用Suturn Designer來進行一些優化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導入FlowMap的做法 就是來勞動這張貼圖的UV 讓它有一些紋理上的變化或流動的感覺 讓它的動態可以更加的生動或是豐富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打開Designer 這裡我已經事先準備好了一個簡單的圖表 首先我們來看到第一個 就是我們流動的紋理我需要一個漸層 那我就拉了一個漸層 漸層可以在Pattern裡面找到這裡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旋轉180度 得到我的結果 然後這漸層的分佈不是我所想要的 所以我加入一個Curve Curve也可以在上面找到 直接拖拉進來 連進來 點選兩下就可以產生一個新的節點 那我希望這個漸層是前端比較淺 後面就可以很快的漸落 然後微弱的餘韻流在後面 我希望是這樣一個表現 所以我把曲線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好,那這個之後會做為我們的R通道來進行輸出 我們來看接下來我要處理 要進行Flow Map運作 我們需要給它一些雜訊的紋理 那這裡我們最常用的就是Ply Noise 一個比較Smooth的雜訊的效果 那一樣把它拖拉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去調整它的尺寸 以及你想要的一個紋理的效果 去做一個調整 然後這裡我後面多加了一個Transform 那我希望就是流動的時候可以增加它 橫向的一個Tiling的數值 那我就把它做一個壓縮 那這個動作其實是 我把它還原一下 這動作要把它橫向壓縮 那我就是把寬度變成一半 那就把它擠壓 記得按一下Enter才有效果 然後有了比較Smooth的紋理 那我希望可以增加一些 比較小的細節在裡面 所以我需要一個 這個細節比較多的一個紋理 那我就使用Cloud 那Cloud一樣可以在上面找到 那一樣可以去調整你的尺寸 你的Scale的多寡 還有一些細節的變化 然後接下來因為它太瑣碎了 可能會讓我的形狀呢 太過破碎 所以呢 我加入了一點模糊 但是我沒有使用一般的模糊 如果使用一般的模糊 可能不會得到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效果 可能還會有一些奇怪的照波雜訊混在裡面 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使用的是Blur HQ High Quality Grayscale的接點 那一樣去做調整 那你的Quality的採樣值可以拉 拉到1拉滿 那你的強度可以在這邊做一些調整 就一定等一下我們要混合的一個效果 那前面也有分享到 那我要讓數值回歸到0到1 我就加掛一個Auto Level 我們可以打開這個顯示的一個 Level的一個圖表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變化 幫你回歸到0到1 完全貼其滿足你的 這張貼圖的像素的空間這樣 我們現在有三個結果 那就要進行RGB的一個合成 形成一張貼圖 我們是一張RGB色彩的一個貼圖 那我們就要使用到RGB Merge這個工具 那你可以在Channel底下找到RGB Merge 當然也是可以空白鍵按一下 然後直接輸入你的名稱 然後就可以找得到 那這邊我第一個就要作為R通道 第二個雜訊是G 然後再來是B 那A通道我這邊是沒有使用 那可以的話也是比較少使用 因為不用多壓縮一張 AFA通道的資訊 到這個貼圖的容量裡面來 使用上包體也會稍微小一點 效率會比較高一點這樣 那原則上大概都是以使用RGB為主 那因為我們A不使用 那我 我就要把AFA給移除 那這裡就使用了AFA Spread 我們把它連進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顯示 就沒有顯示AFA了 那這個結果就是我現在要的 那我們趕快導入引擎來看 其實這整個流程呢 大概才五分鐘 那也因為我邊講幾台話五分鐘 如果就是直接做的話 可能30秒可能就是 或者是一分鐘就結束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這圖檔存出去 就是來點選這個Icon 那這邊我已經事先存好一個位置 然後就把它覆蓋掉 那接下來呢打開OnRio 我們就可以來找到我們的 找到我們的圖 把它拉進來 好我們就有了這張貼圖 那我們打開我們的 CAD 然後把它套用進來 這邊我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對了節省時間 那這邊呢我已經編輯好了一個 Texture Object 我就來套用它到Texture Object 裡面 那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因為我把 第一個 R通道的那個鍵層 就是在這邊做輸出 那UV呢 FlowMap的UV的處理 我在這裡 在後面這一段進行 那使用了G通道跟B通道 把它兩個相混合 把它處理2 回歸到0到1的一個值 那兩個比重各佔50% 所以都會影響到這個 紋理的結果 然後呢 乘以一個值 去調整一下 FlowMap的強度 也就是 勞動UV的一個強度 那再把它加回 我們的圓形的 UV坐標系 這個Vector to Radial Value 是蠻常用的一個 一個做法 就是把坐標繞成圓形 那大概解釋一下 因為今天分享的內容 是以Designer為主 那大概分享一下 這個CADER的內容 大概是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可以看到 混合了 FlowMap之後 得到一個比較生動的效果 那明顯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有 避免了整個圖像的重複性 讓它更加豐富 對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變化好像又不太夠 那我又可以再 給它多增添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或者是我有其他的想法 那我想要再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再回到Designer 比如說我覺得 只用這個單向的漸層 好像有點太常見 或者說有點太沒有特色 那我就可以想想看 還有什麼辦法 那這邊呢 我分享一個做法 那就是把 我想說 Leo Noise 來做一些 一些類似 AE那個 Triple Foam的那種效果 就是比較柔絲化的一個 一個效果 那我現在來試試看 然後 我這邊要使用一個 在上一節沒有分享到的一個節點 叫Slop of Blur 這個在一些 這個不是很常用 但是有些效果 使用它 可以做出蠻有趣的東西 就像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選擇採樣筆 然後它的強度 然後下面有一個MOD 可以調整 或是不一樣 得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效果 OK 然後這邊呢 那我要把它進行反轉 那反轉的名稱就Invert 其實也跟AE 跟Flowshop的概念是一樣 那我就得到一個 這樣子反轉之後的一個效果 那接下來呢 我要把它做一些拉伸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拉 拉寬一點 因為我會把它繞一圈嘛 所以我的U呢 我希望它 可以稍微寬一點 那前面也講過 我這樣一拉 就破壞了它的 無縫的效果 那這邊呢 我就要把它做一次的修正 那就是 Make it Tile 這邊第二個 Photo Grayscale 可以看到這樣子一個 一個紋理 在中間不是很完美喔 那我們就來調整一下 可以嘗試的去調整看看 抓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OK 我覺得差不多 大概 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我要把這個 數值 現在已經很多 轉換 所以這數值 其實已經 跑掉了 那我再把它做一次 歸 算是歸位吧 回到 0到1之間 所以 Auto Level 然後 然後呢 接下來 我想要調整一下 它的一個曲線 讓一樣啊 就是 能量的前端比較強 後端的餘韻呢 就是比較弱 然後再做一次 曲線的調整 然後 我覺得 好像 差不多了 那我們先這樣子 進去看看 那這樣子 大概也是幾分鐘 的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完成一個 新的結果 導進來看看 那我們就直接儲存 覆蓋 那 Auto 也很簡單嘛 就是 我們 Reload Reimport OK 我們現在就看到一個 其實在 蠻多遊戲 會蠻長見的 一個 能量的一個 一個 能量波的一個 效果吧 那這邊我可以調整一下強度 那 這邊我也嘗試了 另外一種 消融的效果 看看會是什麼樣子 好 這樣就變成 另一種有趣的一個 結果了 好 像現在我就覺得 好像 對表還不夠強 那我想要再調整一下 那我們就回來啊 很快啊 拉一下曲線 再調整一下 那我覺得前端的部分 好像 不夠明亮 希望它有一點光暈感 好 那我們就來加一點Glow吧 那一樣 再把它存回去 這樣又完成一個新的結果了 所以整個流程其實很快啊 所以整個流程其實很快啊 OK 現在就比較 很Smooth的一個 消融的結尾 然後一個比較明顯的色彩對比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做調整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做調整 那搭配Shader運作了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來來回回 你就是可以很快的去調整你要的貼圖 所以是相當的方便跟快速 然後而且啊 在做的時候 因為它是程序式嘛 所以我們的貼圖啊 譬如說現在是512x512 那我覺得我想要省 比如說省貼圖的空間 我想要嘗試看它小一點行不行 那我就回來 design了 512x512 這邊呢有一個output size 那我們把它 縮小一個單位的倍率 然後我們就變成256x256 那我們來重新看 重新input一次 好像有微妙的差別 但是可不可以接受呢 或許可以喔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得到一張圖 那當然反過來說啊 我今天覺得256 一開始做256x256實在太小了 那我想要把它放大到1024x1024 那這件事情也很簡單啊 就是回來 那我直接就是放大到1024x124 那直接儲存 那它的文理啊 都不會因為這樣子的縮放喔 而 而失真喔 如果你今天是用 Photoshop啊 或者是AE做啊 那它就是會跑掉啊 那你可能還要再進行一些後處理 那也不見得能夠處理得很完美 那像這樣子的製程呢 就非常的方便了 我們一下就完成了這個效果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案例喔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案例喔 那就是比較常見的這個 這個 六角形喔 它還蠻常做到六角形的效果 那這邊呢也是利用Shader的運作喔 那主要是給一張六角形的漸層 跟一個六角形的Random的一個排序 來亂數告訴它現在要縮放誰啊 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的一個Shader運用 那它的貼圖呢 六角形這樣排序的貼圖 其實是應該是蠻多人會比較傷腦筋的一個部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Designer 它就變得非常簡單啦 你可以看到我的接點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因為這個六角形的圖形呢 可以在Pattern裡面找到 在這裡喔 那我完全沒有去做修改 就直接使用 然後使用的是Tile Generator 就是可以去排列那個圖形的一個生成器 那我就把它排列起來 那這邊呢 就是我的設定呢 就是決定它的數量 然後它的坐標呢 每間隔一排我就要位移一半的位置嘛 那所以在Position的部分呢 我做了一個Offset 0.5的結果 然後因為它的X寬呢 會因為這六角形的縮放比 排序後的縮放比我做了一個微調 把X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把它比較接近六角形的一個效果 那尺寸的縮放會做一點調整 那這樣子呢 我就快速的得到一個漸層 那在Shadow裡面運作呢 要去縮放這個圖形 靠的就是這個漸層 那其實概念就像我現在這個節點做的事情一樣 它就是決定你的法值 隨時後是法值的意思喔 決定你的法值的多少 如果我的法值增加 它就會往內說 減少往外擴 你會比這個法值的數值呢 還要大就是1嘛 還要小就是0 所以就會 如果它是一個動 你給它輸入一個動態的參數 它自然就會在那邊鎖放了 那這概念其實都跟Shadow是一模一樣的 那相同的喔 我就把這個呢 上面這個結果呢 複製一份下來 然後呢 把輸入的圖形呢 改成是這個完全填滿的一個六角形 那因為我需要亂數的數值來告訴我 等一下再Shadow 亂數的一個縮放顯示喔 所以呢 我就要來調整喔 一開始我複製過來其實是 它其實是長這樣 那我給它Color裡面呢 它的明度 我把它明度的Random打開 直接開到1 就全部都Random 就很快速的得到了這個結果 那接下來第三張圖呢 因為我希望呢 它的縮放是可以從內而外的話 那我就要去設計我這個漸層喔 那所以這邊呢 我使用了一個Tile Sample的工具 也是我們上一節有分享到的 那就是在這裡 Tile Sample 那我給它一個圓形 放射狀的一個數值 告訴它哪些要優先 哪些要比較白 哪些比較黑這樣子 所以我把它輸入的是Color Map Input的接口 所以我們就會在底下的Color的欄位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找到齁 找到下面這邊 這個 這個 Color Input 那 它這邊有一個值喔 我們要把它打開 預設是0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打開 它就會把它乘以我們 所賦予它的這張圖的一個值 來得到一個我們希望的一個結果 然後呢 這時候我就把這三個結果 一樣把它Merge成一個RGB 的一個圖像 那我把它存起來喔 那這邊我已經存了 我就不再存一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就把它輸入進來 在這裡喔 就可以看到這張圖 然後把它放進來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後呢 如果 我把它連接是B通道 剛剛講的 我希望由內而外 有一個順序 那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樣很好的一個 一個效果了 那當然我們可以使用一個 圓形的一個範圍 比如說 比較熟悉一些的人 可能有做過這個做法 但是不免 它會 因為它是一個線性的一個 這個數值的一個累加 所以 它會去隨著這個每個像素 接觸到位置 來進行這個值的計算嘛 所以就會導致我們的六角形呢 變有變形的一個現象 那這就不是很理想 當然如果我們密度開很高啊 譬如說 我們的胎頂值高 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被發現了 那就還好 那如果不是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修正啊 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 當然也可以透過數學的方式修正 但是非常的複雜 那最快的方式 我們直接就是給它一張圖啊 把我們所希望的資料啊 給設計在這個圖裡面 拿到北學的 然後就可以照我們的意思來運作了 就會得到我們所想要的一個 一個結果 一個效果 那這樣就很簡單快速的完成一個 六角形的一個動態的一個呈現 那你可以把它貼到球體上啊 現在密度還不夠多 可以看到有些霧風的效果 大概就是這樣 那像做處理這種六角形 就是就非常有效率了 那下一個呢 我要分享的是我們 做一些科幻啊 或是介面風格 會常常看到的 就是像這種圓環 那這邊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三組不同的旋轉的參數而已 然後把RGB分別製作不同的紋理啊 然後就有各自的旋轉的速度 最後混合在一起 就得到這個效果 那重點是在這個圖啊 這個圖怎麼製作呢 我們來打開Designer 我們來打開Designer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看起來很大喔 那 就是重複的節點 在重複做而已 所以根本沒什麼稀奇的 那就是我 一樣從Pattern裡面找到 Shape的工具 這個 然後叫了 那個矩形 Square 然後用Transform工具 來做一些位置上的調整 然後呢 這邊呢 我是做 用Clamp去做 這個色彩的 素質的調整 當然你也可以用Level啊 反正有很多方法 這都不是問題 然後最後把它混合在一起喔 把它兩個相加在一起 然後最後再使用這個ShapeMapper 這前面有提到過的 幫你把你的圖形呢 做一個環形的一個 一個排列喔 一個扭曲的排列 所以它會彎曲你的圖形 那排成你要的圓形的形狀 那同樣啊 就繼續 繼續設計你想要的樣子啦 然後這邊我就設計了 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再搭配一個 密度比較高的 的這種 這種線條 然後再把它混合 把兩個結果混合在一起 形成我一個 一個圖形 那就是以此類推喔 這邊可以看到 基本上你看到就是 ShapeTransform 然後混合的 B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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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位移 移動到你想要的位置 最後再把它旋轉起來 好結束喔 就完成一個 那這邊也是一樣喔 一樣 Shape 然後旋轉 Shape 位移 叫我想要的位置 然後做一些調整 然後Blender在一起 那Label呢 就像我前面提到 這邊我本來是用Label 來調整顏色 其實都是可以的喔 那就看你要什麼效果 做法 也不是那麼死喔 可以自己去靈活運用 那Blender在一起 最後中間加了一個小亮點 直接就Shape去找到一個小圓點 然後最後又是Merge在一起 然後完成 就得到我們這張圖囉 那我們就可以拿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效果 然後發現這邊可能疊加太近啊 它的距離 我希望它分開一點或什麼的 那我只要趕快回來這邊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一個結果 比如說 我裡面這一環我覺得 裡面這一環我覺得 想要再近一點啊 那我當然就是調整一下 然後就存檔啊 然後這樣讀取進來了 讀取進來了 我們就馬上獲得修改 速度非常的快 那當然你要改變形狀也很快 那這邊我就不再展示一遍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來分享一個簡單的Distortion效果 那我已經事先準備好了一個效果 就是這樣 那重點就是這張 Normal的雜訊 那它的製作就很簡單啊 以往我們要做 可能對我們特效美術 有時候我們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怎麼去產出這張圖 那甚至可能還會回到3D軟體 就簡單的去製作一下 那現在都不用那麼麻煩啊 我們只要 打開Designer 那我利用空白的空間 我隨便拉一個Noise 這邊我一樣也是利用 Pre-Noise 然後做一個調整 那我一樣把 Level回歸0到1 那這邊呢 我希望做一點 Curve的調整 然後呢 就是最後就是進到Normal Normal 因為一開始很小 那我們可以讓它強烈一點 大一點 假設就是這樣子 那我的貼圖 我調整一下尺寸 不要那麼大 我以後就好 然後就儲存了 然後就拉進來 然後我就把它T1過來 然後馬上就得到一個 看起來感覺又不太一樣的一個效果 我們就可以一直的這樣子去調整 比如說要讓它減弱一點 或者是密度高一點 然後馬上就得到一個新的結果了 所以速度非常快非常方便 那你就可以去設計你想要的一個效果 那在整個 Designer搭配 Unreal的 材質編輯 學者編輯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非常快速 你有了想法 你需要 資料 或是所謂的貼圖 那你就是進到Designer去製作 那Designer製作的好處呢 就是 它 因為就是程序式 所以它的數值 都是非常精準的 然後也幫你處理好 無縫的效果 像這張Normal也是無縫的效果 非常的輕鬆快速 那你自己畫 自己做不見了 能夠做得這麼快這麼好 那重點 這樣子的過程 就是幾秒鐘而已 連一分鐘都不到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煎掉引擎 看到效果 那相信有在編輯學者的朋友 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效率其實是提升很多 對比使用AE或者是Photoshop 真的是差距蠻大的 效率高 然後資料精準 這對Shared編輯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 這個大概就是整個 Designer搭配材質編輯的一個流程 大概就分享到這邊 那接下來簡單分享兩個簡單案例 這個就是最常見的特效光碼 那一樣也可以透過Designer來做 那我也可以很快的採樣得到我新的結果 非常的方便 然後另外一個簡單的做法 直接是從Pattern裡面的 The Star Burst的這個工具 來做調整 那在上一張有大概簡單的分享過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那也可以做出類似的感覺 類似的樣子 那這邊又是另一種做法 效果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這邊呢這個概念呢我先使用一個Noise 一個雜訊 那我把它的 Scale開比較大 其實這個做法就是跟AE的做法很像 就是我用一個雜訊 調整一下對比 然後我希望對比強烈一點 然後我去拉伸它 把它拉得很長 那這邊我就是 我再拉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讓那個高度喔 拉得很長 比如說一萬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這個長度啊 那我要把它遮起來 所以我 找了一個漸層 調整一下漸層的一個分布 從這樣變成這樣子 來控制我想要的一個強弱 然後去跟這個 線條做混合 那我說過在Blender Opacity 的這個 這個通道啊 它是去遮你的前景 所以它會作為前景的遮罩 來做一個結果的混合 那我這邊呢 還把這個輸入到背景 所以是 它其實是有相加的效果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呢 這樣還不夠強 那我又希望 它 我的這個 算是等一下的中心啊 會是有一個比較強 比較實的一個光芒的感覺 所以呢 我又利用了這個漸層 做了一次 它的對比的調整 從這邊變成這邊 好 中間我刻意拉了一個比較強的這一段 就是 這一段 就是 這邊是1嘛 這邊是0 那我把它推進來一點 所以這一個區段 是完全是1 也就是完全是白色的 實性白色的部分 然後再漸層下去 然後這邊有一小段 是完全是0 也就是實性黑色的部分 大概可以這樣理解 然後呢 最後我把混合進來 使用加色的方式 把它加上去 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別 那你可以去使用你喜歡的一個 的混合模式喔 像 Photoshop 搭載 可能是用Squim 或者是 假設 或者是Lighten Lighten是Mass 取最大值 然後我完成之後呢 就使用那個 我要把它繞一圈嘛 所以我們 前面有分享到的工具 就是這個ShapeMapper 在這裡 我們就把它繞一圈 就變成這個 這個效果了 那當然我們可以去做調整 還可以去做旋轉 很方便 但你覺得一層不夠 你要多疊幾層 那也可以 這個可以一直疊 一直疊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當然有好玩的效果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把它 複製 Ctrl D 就是複製 然後呢 我把 這個呢 我現在都把它 現在83度 然後我轉84度 多一度 然後這次83度 然後我把它減一度 82度 然後呢 我把它 混在 把它合併在一起 成為一個貼圖 好 可以看到 這是近幾年 大家比較喜歡的這種 色板偏移的一個貼圖的效果 就可以得到這張圖了 那是不是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方便 這樣就是 就可以完成 這個結果 那你說你需要遮罩 好 那可以啊 那因為它們都偏移嘛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這個結果 拉進來 拉進來 你會把它給遮掉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Blender的方式 那我們取最大值嘛 我們把兩者 取最大值 Light 多一點 然後取斷一下值 還有多一點 這樣才是它正確的一個Alpha 的值 好 這裡就可以看到 它的顏色有 確實的被保存下來了 OK 那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特效貼圖的製作 它可以透過這樣子 那我只要回到源頭 改變採樣 我馬上就得到新的結果 好 這個對比AE跟Photoshop 真的是 差別 快很多 但是因為它是 畢竟是處理這樣靜態的圖 所以如果 還是要看你的貼圖需求 有些可能還是 在AE座的效率還是會比較高 那就是看你的 想要製作內容到底是什麼 那Designer呢 提供了這樣子一個解決方案 針對一些效果呢 我們可以非常有效率的來達成 那另外我分享了一個 這個比較基礎我們呢 分享一個比較進階的 就是 蜘蛛網 好 這就是結果 那蜘蛛網 往常我們在做 做到專案要做蜘蛛網 就有時候會很辛苦 可能就要Google找一下參考圖 然後呢 就打開Photoshop 就是慢慢拉線 慢慢畫 或者是修圖 硬式把它修出來這樣子 那 那想要去 如果你有更多想法 或創意想要運用的時候 就是 又很難畫 就是很花時間 可能就也沒辦法 那麼達到理想 換出你腦袋裡 所想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 Designer呢 可以也是這樣子 可以幫助你呢 更快地實現你腦中的一些 創意啊 或者是idea 那它的效率也是很高 那這邊的節點就比較多一點了 那它是從一條線開始 然後去做了一個WARP 這連結啊 那 再去做一個多方向的一個WARP的一個效果 根據雜訊 去形成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呢 這是用Spray的Circular 就是把你的物件呢 繞一圈 它 它不是那個Mapper喔 它會 Mapper是會扭曲嘛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型 我其實沒辦法扭曲它 所以我使用呢 是這個 Circular 就是環狀的一個工具 就幫你把圖形排起來 那一樣 做一樣的事情 最後混合 好 上面其實就是這樣子 把它繞線繞起來 然後透過 給予一個雜訊資料 做一個 複合方向的一個WARP 那複合方向指的是上下左右 那就混合在一起 Screen 然後再做一次WARP 再做一次多方向WARP 增添更多細節 可以看到細節就變多了 所以其實 你可以無限添加細節 只要你想得到 那只要效果好 你就可以無限的去增加 去無限的修改 那我們就做一些色調的調整 然後調整一下色階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速度非常的快 那一樣我們可以回到源頭 去做一些採樣的變化 然後我們可以去 拉一個我們想要的一個型 那也就是很方便 我們馬上就得到一張蜘蛛網的貼圖 那大概到這邊 那這個蜘蛛網的做法呢 也不是我所創的啦 有一位 國外的網友呢 有分享在YouTube 那我稍後再把連結貼在底下 那其實網路上 YouTube上也蠻多的 只是雖然比較分散 那還是建議大家有空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 嘗試搜尋一下 那會有一些不錯的收穫這樣子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大概就到這邊 簡單的介紹了 Supden Design 對我們特效美術工作 基本常用的節點 跟工作流程 然後還有一些 展示一些簡單的 常見的效果的製作 那就到這邊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嘗試 幫助我們工作流程優化 也可以提升我們專案的視覺品質 我想會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就 推薦給大家 謝謝